好,那一樣齁,我們現在就來看這個雲端硬碟這裡 剛剛講的這兩個,對不對? 我們再來看一下,欸,要講成這樣好習慣 很奇怪齁,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啊,我們來這裡看一下 看講義這裡 PDF,欸,像我這個PDF也是放在雲端硬碟上的 所以,你分享出來之後,他就可以怎麼樣?有沒有 在上面就可以,在網頁上就可以直接看到 欸,像我們在這裡 放大一點 OK 一般的話其實,還是建議各位就是你在用雲端硬碟還是要養成幾個良好習慣 第一個,像各位平常USB有沒有發現 都是丟根木木下 對嘛,大部分USB可能,你都是放在根木木下,你覺得這樣比較好找 但是久了,就會不好找 就不好找 所以呢,一般來講像剛開始,各位如果說 你的這個雲端硬碟的話 可能都是很乾淨 可是你看我的就會比較亂硬碟 有沒有比較多 多很多嘛 因為193G也不是隨便亂放 也會多比較多 所以呢,你如果沒有稍微整理一下的話 你會發現要找這個要拉很長 是不是就不容易了 雖然他有搜尋的功能 我想搜尋還是好用 但是你每次都要搜尋 有時候就還是不方便 所以建議各位第一個 你一定要會怎麼樣,新增資料獎 新增資料獎 新增資料獎 那你看我們在這邊新增一個 好 假設我這個是測試的 好 那打完之後呢 在這邊 那麼如果說你想要把它丟到哪個地方去 你可以點進去 有沒有 這樣就進來了 好,就進來 你可以另外再新增 好,這是一種方法 那當然上面你也可以用這樣 有沒有,用拖曳的 丟到下面也可以 這樣就丟到那個裡面去 如果你覺得這樣丟 我又不是通通都在根目錄下 對不對,你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這樣 比如說我這裡打開 我這裡,滑過來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可以拉開 有沒有 滑到中間這裡 中間這裡 中間這裡 你可以把它拉開 有沒有 可以拉開 假設你想要丟到這個課程裡面 我可以先打開 按著丟過來 有沒有開始覺得有點像檔案總管的那種感覺 有齁 你又丟過去他就問你 你要不要丟進去 有沒有 所以其實不只是資料夾 檔案也可以這樣 檔案也可以這樣 這樣你在做一些歸檔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那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你要養成建立資料夾 再來就是 資料夾 現在看起來 顏色有沒有 都一模一樣 對不對 你可以怎麼樣 你這 換個顏色 有沒有 這是最近比較重要 常用到的 我就這樣 換個顏色 一進去就馬上看到了 所以這是第二個 你也可以加上 不同的顏色 不同顏色 再來 這個 因為有這個 比較重要 也就是說你比較重要 才會加信號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把 比較重要的 比如說這個比較重要 加上信號 有沒有後面有一個 對不對 那檔案也可以喔 比如說這個檔案很重要 我也可以加上信號 那加上信號之後 請問哪裡找 從 當然是從這裡找囉 有沒有了解 對不對 已加信號的才會出來 沒有新興的 不會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找 對不對 所以 這是最簡單的 就是說你可以透過這邊 當然 加過之後不想要的 你就把它取消 就好了 就把它取消 它就不會在這裡出現 這樣了解 好 所以這個是 建議各位 你在用的時候 當然還有一些 就是一些使用的小技巧 小技巧 我這邊就先不要講太多 因為大家先基本的會用 那麼我稍微提一下 在這邊 郭國文件也好 或者是 試算表 這個是它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那在更多裡面的話呢 你看現在看到 右手邊這裡 就是我們像 待會我們會請各位做的 問卷調查 或測驗就是用郭國表單 郭國表單 那如果說你還有其他的 那麼就可以透過什麼 連結更多應用程式 連結更多應用程式方式去找 好 那麼剛剛文件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吧 對不對 試算表也OK 簡報咧 簡報也還好 其實呢 這種方法 這個像我們剛剛用這種方式 你會發現說我就是從5開始嘛 但是平常大家 現在手邊都已經有一些 比如說office的檔案 可不可以把它直接轉換 轉換成那個 郭國文件 也可以啊 也可以轉換 但是當然不可否認 如果你的格式是比較複雜的 那也許轉換過之後 在上面看 可能沒有辦法完全百分之百 跟那個陰謀一樣 這是有可能 這是有可能 所以 這個部分呢 各位可以參考 等一下呢 我們 我找幾個檔案 轉給各位看 你就會比較清楚 拍子 我現在就只有有office 大部分都是直接那個 如果你要找這個 有沒有看到 我這樣一找就全部列出來 所以 養成良好習慣還有一個 善用搜尋 對不對 我要找這個格式 好吧 這個作業 會找到 點到它 有沒有這樣都載進來了 對不對 這樣都載進來了 那 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先按下去 因為它列出來的結果 只有一部分 對不對 只有一部分 那你可以再找找看 我們再找 這個裡面的話 你看圖會有一點不一樣 來 這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的 沒有轉換成Google文件的 也就是說 你打開 你只能看不能改 我們不是講office 可以直接上面看嗎 看的部分 現在相容性是蠻高的 大概接近95%以上 好 但是改的部分 改的部分 可能會有一些落差 那麼這個呢 就是我已經轉換成Google文件 有沒有 這裡不一樣 這裡不一樣 這個圖示會不一樣 那 我看一下 嗯 這裡 這裡 這裡沒有 這個好了 這裡 像這個是Word 有沒有 然後呢 如果你希望把它轉換的話 你可以來這邊 選擇開啟工具 有沒有用Google文件打開 這裡 那你不用擔心你原本檔案會不見 它會把你換成 就是建一個新的檔案 也就是這個Word還會在 還會在 所以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好它轉換一點點時間 有沒有進來了 對不對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不見得會是怎麼樣 完全一模一樣 不見得完全一模一樣 尤其是 有些這種表格式 比較複雜的 就有可能會有不同 所以你看我們剛打開這個文件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這個文件一打開 是不能編輯的 只能看而已 只能看 那麼你進到這邊的話 這已經轉換過了 這裡就是可以改的 這裡就是可以改的 所以其實我們Excel也好 或是我們的那個 Word啊 PowerPoint都是一樣的方式 你在傳上去的時候 假設你已經有原文件了 你可以選擇你要不要轉 如果不轉 像這樣子我就單純 就是在上面直接看而已 就在上面直接看 這樣OK嗎 可以齁 好